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吳榮達 從上屆得主甘病防治學術基金會董事長許金川手中接下講座 玉林台灣奉獻獎今年由長期致力於提供正確消費資訊 保護國民消費安全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獲得 肯定消費者文教基金會43年來的努力與付出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在43年前成立到現在 一直一直都是為著消費者的權益在做一個捍衛跟做一個維護 我們這次得到玉林基金會得到他們的肯定跟支持 得到最佳的台灣奉獻獎 我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們的感動是我們的這一個一直幾年來 43年來的努力獲得到肯定跟支持 這個是讓我們覺得我們的努力是值得的 這個成就也好事實上都是由我們的前輩們 一屆一屆一屆的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甚至我們消費會事實上有大概500多位的學者專家跟顧問團 還有我們大概有將近200位的志工 還有我們有義務律師團也將近200位的義務律師 還有許許多多呢 每一年呢 有這個捐低的來贊助啊 捐助給我們消費會來充實我們經費的這些所有所有所有的 這些無師無我的這些奉獻跟努力者 那這些榮耀跟這些喜悅應該歸屬於他們 應該與他們來做一個分享的 那我們消費會呢 也會秉持著以往的所有的一個生根跟努力 那一步一步的一棒接一棒的心火相傳 那繼續為這一個台灣的一個消費的一個呢 優質的平安健康的一個消費環境繼續來做努力 玉林台灣奉獻獎今年更首次增設 玉林公益成就獎五名 及玉林公益新秀獎三名 希望在多元的公益領域 推動台灣進步 讓奉獻的力量持續發光 新增獎項的目的在於 玉林台灣奉獻獎不僅僅只是一個獎項 而是要讓奉獻的力量持續發光 讓影響力極大化 未來公益信託與基金會 也將持續陪伴公益夥伴們 推動社會議題 透過彰顯無私奉獻的精神 讓更多人加入行動的行列 共同為這片土地注入善良 推動良好共同的共好願景 那新秀獎是鼓勵他們用了非常多關於創新的 然後勇於去挑戰問題 而且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觀念來解決社會上普遍發生的問題 那成就獎呢就是鼓勵已經超過10年 超過20年 而且在這個過程努力不懈 而且已經創造出具體結果的單位 那能夠在成就長上面給予肯定 我想奉獻這兩個詞不代表說 我們今天只是單一的目的 而是在台灣的各個領域裡面 各個行業裡面都有人不斷地為 為個人 為團體 為社會不斷地奉獻 所以我們也就把這個奉獻獎的 這個面向拉得更為開廣 那我想這樣子這個獎項 它才能夠再創造一種公益的永續性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面向打開來 就是希望公益這個價值能夠永續地 被傳遞給擴散開來 玉林公益成就獎 由當代傳奇劇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按寧照顧基金會 財團法人紅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樸仁青年關懷基金會 以及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獲得 不僅展現公益價值 更持續擴大正向的社會影響力 紅道老人基金會已經28年了 那開始就是以想要用正面 來因應這個高齡社會所產生的問題來協助解決 所以我們從弘揚孝道開始最基本的 然後優質的社區在地的服務 高齡的照顧 尤其是很多獨居老人 一年就有4000多位的獨居老人被服務到 很榮幸能夠被這個玉林基金會來肯定 獲得這個公益成就獎 感到對我們很有鼓勵 玉林公益新秀獎 則是由財團法人為台灣兒教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 報道者 文化基金會 以及逆風劇團獲得殊榮 希望鼓勵十年以下公益組織 堅持理念 展現解決問題的創新思維與能力 逆風劇團生根在逆境而造了8年的時間 我們透過藝術 教育 社福 公益跟陪伴 需要能夠讓很多在迷惘過程的孩子 都能夠有機會重新的找到自己的價值 因為我們都能夠看見這些孩子 能夠從那樣的環境突破上一代 很多很多的貧窮的限制 毒品的限制 暴力的限制 讓他們能夠在現在好好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下一個世代是逆境而造翻轉社會影響力的關鍵 所以這一次我們很榮幸能夠獲得這一次 玉林台灣奉獻獎的新秀獎 能夠讓更多人願意相信 或許我們曾經都不被看好或曾經被放棄 那有一天當我們能夠願意相信自己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讓台灣的社會 能夠讓這些孩子能夠翻轉他們的人生 透過舉辦玉林台灣奉獻獎 主辦單位期許找到智力解決台灣社會問題 默默推動台灣進步的傑出奉獻者 為社會帶來正面向上的力量 成為樹立典範推動台灣進步的活種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 太好了 俞怡